元朗區議會選出政府主席 新一屆元朗區議會由民主黨王偉賢 在無挑戰之下自動當選主席 副主席由民主陣線墨業承擔任 王偉賢提出在場人士站立 為過去反修例運動中去殺人士默埃一分鐘 又包括鄉事派的建制派區議員未有參與 之後會上討論就元朗沙鐵站7月示威衝突事件 成立721事件工作小組 和討論17億天橋太代方案等議案